实现泥潭的汽车如何实现自救 一个小小的零件就能拯救这一困境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泥坑可谓是汽车前进路上的一大阻力 一般需要人力推出 为了避免这种烦恼的再次发生 广西大叔发明了汽车差速器 家境平衡的他在研发初期 妻子并不是很理解 但是他依然坚持 经历了两代机器的改进 新型差速器应用于汽车上 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差速器主要安装于轮子的内部 利用汽车两侧车轮的速度差 从而实现差速器的作用 首先要保证差速器可体公转的同时 内部的行轻齿轮也会产生自转 从而实现两侧转速的不一致 只有两者同时转动时 才能给汽车坑大的动力 当车子遇到泥坑无法前进时 通过汽车一侧的速度差 就可以轻松实现出坑 新型差速器即使在轴程磨损的情况下 依旧可以安全使用 更换材质和改进差速器运行原理后 磨损度更低 耐用性更好 可以给汽车更大的动力 为它的坚持之间